心灵回收站 宋美娟是周围人,极度艳羡的不二人选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那一场车祸将她的幸福美满撕个粉碎 也将她一脚踢进了命运的黑洞 那一天原本是个稀疏平常的日子 宋美娟的妈妈像往常一样 将外孙小猴子从幼儿园接回家 又带她到家附近的蛋糕店买蛋糕 可谁知就在宋母带着小猴子 从蛋糕店回家的时候 一个疯狂的男人突然 从斜策的弄堂里窜出来 挥舞着砍刀接连砍倒几个路人 接着将罪恶之手伸向了宋母和小猴子 尽管宋母拼尽全力护着小猴子 然而两人仍被历刃无情刺穿 宋美娟和奇力达得知 这个噩耗的时候 倒在血泊中的宋美娟 和小猴子已被送往医院急救 正在办公室里喝着下午茶 跟同事们谈笑风生的 宋美娟眼前灯时一黑 差点昏死过去 宋美娟亮亮呛呛赶到医院 呼喊着母亲和小猴子的名字 然而母亲虽然一息尚存 小猴子却因为被割断大动脉 失血过多 已经告别了这个世界 宋美娟这下真的昏了过去 也被送进了急救室 醒来的时候 首先映入宋美娟眼帘的 是婆婆那张抓狂的脸 继而传来的 是婆婆歇斯底里的吼叫 宋美娟 你妈到底怎么带的孩子 我孙子为什么会没命 她为什么还活着 叫你妈还我孙子命来 接着婆婆不管不顾 冲上来对刚刚 苏醒的宋美娟又踢又打 幸而医生护士 立刻将她拖出病房 又好言安慰 才让病房又恢复安静 宋美娟躺在床上 一句话都没说 泪水在她脸上汹涌奔流 但她发不出一点声音 在太平间见到小猴子 已经凉透的尸体的时候 宋美娟的无声啜泣 终于变成了惊天哀嚎 她怀胎十月 辛苦养了五年的儿子 居然就这么猝不及防的 离开了这个世界 没有来得及跟她说 一句告别的话 留在耳畔的 还是早上 送小猴子去幼儿园时 她凑在自己耳边说的那句话 妈妈 我好爱你 悲痛欲绝的宋美娟嚎啕大哭 婆婆却站在不远处 对她和她的母亲破口大骂 宋美娟 你跟你妈为什么不去死 两命换一命 让我们家小猴子活过来 闻讯赶来的亲戚朋友 纷纷劝解 恶语伤人六月寒 那个精神病 造成四死六伤 这是谁都不愿见到的事 更何况美娟的妈妈 现在还在急救室 她自己也是身负重伤 奇力达一直默默地 看着母亲发飙 无声地流着泪 可她并没有劝阻母亲 也没有安慰宋美娟 当宋母从昏迷中 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半天之后 医生护士不敢把小猴子 已经去世的消息告诉她 只说小猴子重伤 需要休息 情绪已经崩溃的宋美娟 紧紧握着母亲的手 生怕一松手 母亲就会离开自己 奇力达终于现身 抱着宋美娟痛哭流涕 一遍遍回忆着小猴子的种种可爱 夫妻俩抱头痛哭 宋美娟向单位 请了整整半个月的假 披头散发地 在医院照顾母亲 听着保姆一遍遍流这类自责 是我不好 那天我有些感冒 所以才让老太太 一个人去接小猴子 要是我跟她一起去 小猴子就不会出事了 这又怎么能怪保姆呢 天有不测风云 谁会知道那天 会冲出来一个精神病 如果保姆在 可能不过是多个受伤 或是送命的人罢了 宋美娟不会怪罪保姆 可是婆婆没有这妖人词 她依旧用最恶毒的语言 攻击着刚刚苏醒过来的 为保护小猴子身中七刀的宋母 尽管所有人都努力隐瞒真相 然而宋母还是在其母 连篇累赌的咒骂声中窥探出 小猴子不在的真相 好不容易走过鬼门关的宋母 在巨大的刺激下突发脑溢血 虽被抢救过来 但是却瘫痪了 这个结果终于 让宋美娟的婆婆不情愿地晋升 兴兴地甩下一句话 哼 不死也是活受罪 宋美娟扑上去 很想撕烂婆婆的嘴 她想问问婆婆 自从小猴子出生 都是母亲一把屎一把尿地 照顾着她 养育着她 而婆婆不过是象征性地露个面 甲母甲氏地虚寒问暖 除了这些 她还做过什么 然而 琪丽达死死地抱住了宋美娟 她知道母亲的话不中听 然而她不想再 这个时候爆发家庭大战 每个人的心都足够痛 就不要再自相残杀了 她这样劝解宋美娟 宋美娟嚎啕大哭 却再也流不出眼泪 刚遇雪崩又遭雷击 她整个人浑浑噩噩 半年里活得恍恍惚 她整天痴痴呆呆 除了忙工作 照顾母亲 就是一个人面对着墙壁难难低语 琪丽达劝宋美娟去看看心理医生 宋美娟至若罔闻 她的生活从高峰坠落低谷 黑暗至此 如果几句不痛不痒的开导 就能拨云渐日 那世上怎么还会有 那么多抑郁症患者 在这样的阴霾下又生活了半年 琪丽达郑重其事地 跟宋美娟进行了一次谈话 谈话的中心思想是 重新开始备孕 迎接新的生命 走出过去的阴影 宋美娟愣愣地看了琪丽达几分钟 忽然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哭嚎 琪丽达 你这个没良心的 小猴子去世才一年 你这么快就把她忘了 这么快就想要孩子了 琪丽达跟着宋美娟一起哭 小猴子没了 你以为我不难过吗 你以为我的眼泪流得比你少吗 可我们的生活还得朝前看是不是 医生也说了 妈的瘫痪不是一定没有好转的可能 只是她老人家现在心情抑郁 康复手段用了不少 却没有任何起色 妈才六十多岁 你是不是也希望她 能早点坐起来站起来 一句话直击宋美娟的命门 这一年里母亲活在深深的自责里 整日以泪洗面 虽然用了最好的药 请了最好的医生 可是母亲的情况却一直不见好转 医生说心病还需心药医 宋美娟明白 只有再来一个小生命 才能将母亲从悲伤中换回 继而可能身体好转 宋美娟强打精神 跟齐力达开始备孕 婆婆罕见地露出笑脸 给宋美娟买来各种滋补品 然而宋美娟既恨婆婆 将她买来的东西都树枝高阁 谁知之前怀小猴子的时候 手到擒来 这次备孕却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半年折腾 算排卵期 算时间 床上的那点愉悦变成生生的作业 宋美娟和齐力达不堪重负 到头来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宋美娟的肚皮丝毫不见动静 两人无比泄气 婆婆的脸色也骤然大变 先是催宋美娟去做检查 带到发现自己购买的滋补品 宋美娟纹丝未动时 更是勃然大怒 阿扎之词喷勃而出 宋美娟终于忍不住 把一年来的愤懑全部倾泻 这一下才觉得畅快不少 齐力达虽然没对 宋美娟的发飙发表不满 可是脸上却带着明显的不快 然后提出了去医院检查的要求 担心是两人年龄渐长 书卵管 书精管出现问题 宋美娟也想尽快摆脱现在的生活 不经齐力达游说 便同意了她的要求 哪料一圈检查下来 两人都无问题 接着备战三月 却是以二战再而衰三而结 谁知就在宋美娟心灰意冷 想要放弃怀孕计划的时候 却在齐力达的手机里发现了一张运检报告单 报告单上的患者姓名是刘莎莎 25岁正是齐力达的女秘书 宋美娟如五雷轰顶 握着手机的守不住的颤抖着 婆婆的抨击和野鱼 齐力达的失望 都像过电影一般在她脑海闪现 她还为从小猴子离世的阴影中走出 现实又给了她当头一击 宋美娟定了定神 把运检报告单发到自己的微信 又删除记录 装作若无其事的收好手机 脑袋却在剧烈运转 她已经没有了儿子 没有了健康的妈妈 她不能再失去最后的阵地 宋美娟用冷水狠狠地 揉搓着自己的面颊 强迫自己保持冷静 她知道齐力达是个要面子的人 断断不愿把丑事摆到明面 更知道齐力达创业不易 不甘心被她分去一半家产 宋美娟仔细地分析着目前的形势 她不想象电视剧里的 那些女人一样喊打喊杀 去找小三私逼 她认为自己眼下最明智的选择 就是以不变应万变 以静之动 她抬起头 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 这才发现自己捧头乱发 自从小猴子离世 她就沉浸在伤痛和思念里 从来没有打扮过自己 难怪床上运动的时候 齐力达从来不肯开灯 可见对她已经滋生出嫌弃 宋美娟突然滋生出一种斗志 前所未有的斗志 她拿出久违的化妆包 化了一个精致的妆 又换上一套紧身长裙 对着镜子照了照 镜子里的她瘦骨临寻 往日风鱼的身材不在 倒是更适合这条裙子 宋美娟想了想 将那张运俭报告单发给闺蜜何文 她在齐力达的公司担任财务总监 你帮我查查刘莎莎的个人生活 越详尽越好 宋美娟挂掉电话 将头发挽了个松松的发际 斗志昂扬地出门 她掐准时间推开齐力达的办公室门 这个时间齐力达应该正在开会 果然办公室里空空荡荡 宋美娟把自己放进老板椅内 静等着刘莎莎登门 方才穿过公共办公区时 她看到了刘莎莎的身影 想必刘莎莎也看到了她 她不可能躲着不见 片刻 刘莎莎扣响了大开的房门 叫了生气太太 宋美娟将目光从电脑屏幕 调转到刘莎莎的面前 特意在她小腹逗留片刻 那里平平坦坦 想必孩子还小 宋美娟站起来 笑容可居地走向刘莎莎 好久不见呢 刘莎莎一惊 看向宋美娟的目光充满诧异 这一年里宋美娟活得人不人鬼不鬼 才能让她有可乘之机 可这宋美娟今天 怎么突然大变活人 让她简直大跌眼镜 宋美娟将刘莎莎的惊诧尽收眼底 站起身 朝她走过去 我约了丽达一起吃晚餐 她的会议大概几点结束 刘莎莎露出一丝惊异 还有一丝恼怒 但很快又将这情绪压制下去 虽然齐莎达现在并没有松口离婚 可是她肚子里的 小生命已经生根发芽 她不怕不能携天子以令诸侯 齐莎达多渴望有个孩子 她心里很清楚 于是刘莎莎昂着头走进宋美娟 巧笑嫣然道 齐总的会议大概半小时后会结束 您预定餐厅位置了吗 要不要我帮您定 宋美娟笑着摇头 不用了 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安排在老地方 这当然是宋美娟信口胡舟的 可是显然对刘莎莎起了作用 她的脸上一抹灰暗 很快便找借口出去 半小时后 宋美娟果然等到齐莉达 齐莉达对宋美娟今天的鸟枪换炮 也是大感意外 但她并没有拒绝跟宋美娟 一起共进晚餐的要求 尽管这是宋美娟的临时起义 两人的晚餐温馨又浪漫 仿佛回到从前 这让齐莉达恍若隔世 这一年宋美娟的注意力 从来不在她身上 连床上运动也是极尽敷衍 她觉得这才是她一直 未能受孕的终极原因 她不想苛责宋美娟 她知道她心里的痛苦 可她也需要发泄的端口 只是她没想到会在 刘莎莎的身体里拨下种子 这时电话响了起来 宋美娟拿起手机一看 是何文打来的 于是接通电话 故意大声说道 文文 我跟丽达在外面吃饭 你也过来吧 齐丽达乘机起身 指了指卫生间 方才她就想去卫生间的 然而宋美娟拉着她一直说 东说西 两人许久没有这样热络 她不忍心打断宋美娟的热情 宋美娟见齐丽达走远 这才压低声音问 怎么样 查出什么了吗 刘莎莎有个男朋友 已经相处六年 据说最近一直在闹分手 可是前两天还有人 看到他们在一起 这么说 刘莎莎肚子里的孩子 不一定是谁的 何文想了想 说 这个不好说 但是既然她敢把运检报告 给齐丽达 就说明至少有八成的把握 你有她男朋友的联系方式吗 片刻 微信传来何文的消息 唐波 25岁 新鸿博公司技术专员 电话139 XXXXXX 何文又说 之前刘莎莎 跟唐波一起租住在玫瑰湾 三个月前 刘莎莎 另外租了房子 月租金5000 以刘莎莎的薪水 根本负担不起 我估计是琪丽达给她出的钱 宋美娟见琪丽达正往回走 急忙跟何文道别 然后挂掉电话 琪丽达狐疑地看着宋美娟 你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有神采了 发生什么事了吗 宋美娟服了服头发 盯着琪丽达的眼睛说 今天我看了个植物人苏醒的新闻 我要努力当妈妈 到时候我妈一定能站起来的 琪丽达赶到后槽牙一阵疼 在宋美娟身上脉力耕耘 而又颗粒无收的过程实在是太痛苦 想想她都觉得头疼 可是刘莎莎的肚子 依然让她觉得头疼 虽然刘莎莎表现得很乖巧 从不逼她离婚 可是她知道那肚子是藏不住的 她回旋的时间只有不到一个月 可她并不知道 宋美娟也在帮她做决定 晚上回到家 宋美娟等琪丽达去洗澡 登陆另一个闲置的微信号 搜索唐波的电话号码 她的微信号果然是手机号 申请好友 片刻通过 唐波发来一条信息 你好 哪位 宋美娟一言不发 只把运检报告发了过去 过了几秒 唐波波波通语音聊天 几次三番 都被宋美娟挂断 接着是一条恶狠狠的信息 你是谁 宋美娟不动声色地笑笑 删掉唐波的微信 退出那个微信号 第二天刚上班 宋美娟接到何文电话 何文的声音里带着 掩饰不住的兴奋 唐波刚才过来 把刘莎莎拖去医院了 你猜怎么着 宋美娟的耳朵立刻竖起来 她说刘莎莎半年前体检 说是疏卵管堵塞 根本不可能怀孕 唐波父母让刘莎莎去做手术 免得日后无法怀孕 可是刘莎莎不肯 两个人的感情 这才出现嫌隙 最后闹得不可开交 宋美娟大惊失色 也就是说那张运检报告是假的 我估计是 反正很快就能真相大白 齐力达呢 齐力达知道吗 她今天也在公司 我看她脸色不好 宋美娟暗暗松了一口气 中午时分 宋美娟再次接到和文电话 告诉你个好消息 刘莎莎被齐力达解雇了 我猜啊 那张运检报告单肯定是假的 宋美娟挂了电话 呆呆地坐着 后背上冒出一层冷汗 如果不是刘莎莎身体有问题 那么齐力达很可能被孩子左右 她的大本营险些失手 而她竟然浑然不觉 宋美娟忽然有点感谢刘莎莎 是她这张假报告单给她敲响警钟 她是要跟将近两年的浑浑噩噩告别了 小猴子若是在天有灵 也希望她快乐幸福地活下去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